大家好 下面我们讲经济法 临基础预习班的第三讲 学习方法 筑块经济法的考试 就像攀登一座高山 真正能够爬上山顶 看到远处的风景 一定是要有好的方法 然后再加上坚持不懈的努力 可以说少了任何一个都不行 好的方法等于成功了一半 甚至还要多 因为它可以让你事半功倍 但是有好的方法还不够 一定要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经常把考试比做是爬山 只有坚持到底 才能够看到山顶最美的风景 而当我讲到考试就像爬山的时候 很多同学心里可能都在想 老师我想弱弱的问一句 有没有所到啊 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唯一的所到就是什么 坚持不懈的努力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讲讲 这个经济法学习的方法问题 首先呢 大家有学习的基本技巧 然后呢 还要有一个合理的时间安排 好 这个学习的技巧 第一个问题 一定要解决主观问题 因为思想问题不解决 是肯定考不过的 而这个思想问题呢 两个方面 第一 一定要有坚持到底的毅力 我的观点就是 任何一个考试 你要吗不考 要考就一定要考过 也就是说 只要你报名了 准备了 就一定要去考试 而且一定要考过 否则的话 你怎么对得起 自己付出的 那些个时间和金钱 对不对 所以在座的各位 针对一个考试 不要轻易的做决定 更不能够轻易的放弃 经济法考试 我们在前面多次讲了 并不容易 所以大家 一定要在脑子里面 有四个字 坚持到底 我非常欣赏这句话 大家看 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 才去坚持 而是因为坚持了 才会看到希望 可以说这么多年 不仅仅是我自己 包括我的很多学生 任何一个考试 最终能够考过的人 都是坚持到底的人 所以在座的各位 无论在任何的阶段 当你想要放弃的时候 一定要想想 老师跟大家说的 既然我们已经来了 我们就一定要考过 一定要坚持到底 否则怎么对得起 自己付出的时间和精力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主观问题 坚持到底 千万不要在任何一个阶段放弃 好 第二个主观问题 大家要牢记自己的学习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记住 考过 而不是成为法律的 专家 看到没有 不是专家 而是专家 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围绕着 大纲 教材和考试的要求来学 千万不要学着学着 就跑偏了 我跟大家说 之所以给大家强调 这两点主观问题 是有原因的 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 而没有考过 有很大一部分人 就是 我们同时开始爬山 对吧 有人 在山脚下的时候 一望 哎呦天呐 那么高 放弃了 有人爬到一半 哎呦爬不动 放弃了 甚至快接近山顶的时候 坚持不了了 放弃了 所以 每次你到考场上 你都发现 那个考场上 好多人弃口 是不是 这是一个主观问题 我们讲了 要坚持到底 而第二个主观问题 我经常会看到 这样的同学 学着学着 他就跑偏了 他经常跑去 钻研那个考试范围 之外的问题 甚至啊 连法律都没有规定的 那些个内容 他研究的可深了 比如说 比较常见的现象 是什么样的 当我们看到 共有 于是他就想到了 婚姻问题 他就开始去研究 婚姻法了 想一想 这个结婚之前 怎么公正一下财产 啊 诸如此类的 再比如说 当我们看到 民事行为能力问题 他就去研究什么 精神病人了 注意他研究的不是 精神病人的行为能力 如果行为能力的话 他还在我们考试的范围之内 对吧 他不研究这个 他纯粹去研究精神病人了 这些都是不可取的 最终的结果 头上顶这么大一包 怎么考得过 是不是 所以同学们 首先要解决主观问题 第一 坚持到底 第二 任何时候 牢记自己的学习目标 我们是要考过 考过 考过 好 下面我们看 第二个方面 是希望大家能够用好教材 讲印和辅导资料 在这里面 两点 第一 教材绝对不能少 为什么 因为 教材 它是考试的基本依据 在大家有时间的情况下 通读教材 那是必须的 既然我们在 零基础预习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了老师 说明我们有充分的时间 对不对 所以对在座的各位来说 通读教材 那是必须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经济法考试 跟任何一个考试 都是一样的 叫万变 不离其宗 大家从小 到大 考过很多次数学 对不对 你有没有发现 有的人他可能练的题 并不多 但是呢 他每次考试 分数都还很可观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真正掌握了 背后的知识点 而有的人呢 可能他从早到晚 都在那刷题 但是在考试的时候 他没有刷到的题型 他照样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掌握了那个题 而没有掌握背后的知识点 其实 筑块经济法的考试 跟数学考试 是完全一样的 不管他换什么样的题型 考的最后 都是书上那些个 重要的知识点 所以叫万变不离其宗 我们真正要搞懂的是 那个知识点 而不是某一个题 好在有点 辅导资料要用好 为什么这么说 上课的讲义和辅导资料 包括老师所编写的 那些个辅导资料 是老师多年经验的总结 一定要善加利用 比如在座的各位 大家为什么来听课 因为老师有经验 比如说王老师 04年开始讲 筑块经济法 大家掐指一算 将近20年了 是不是 所以对整个考试的特点 考试的规律 特别是 每一个章节当中 哪些个知识点 把握还是比较到位的 而老师真的 为了给大家讲好课 为了认真的给大家编好 一个辅导资料 背后所付出的时间 远远超出大家的想象 我真的深有体会 什么叫做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比如说我现在给大家讲的 可能是一分钟 而我为了总结这些内容 背后所花去的时间 可能是一个小时 甚至一天 甚至可能我用十年的时间 才把相关的规律 总结出来 尤其是在编一个题目的时候 同学们 在后面 我会给大家讲 我们要做题 但并不是每一个题都值得做 老师为了给大家 认真的编写一个 无限接近于真题的题目 所付出的时间 远远超出大家的想象 所以 无论是我们在课堂上 所用到的讲义 还是 在课外 大家看到那些个辅导资料 一定要善加利用 所以叫做教材绝对不能少 辅导资料 一定要用好 好 下方我们看 学习技巧的第三个方面 是要求大家 必须在理解的基础上 进行必要的记忆 首先就是 筑块经济法考试当中 大部分的知识点 大家一定要先理解 为什么 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 就已经给大家讲过 有很多的同学 一拿到教材 就死尽一倍 那是绝对行不通的 因为你通过死尽一倍 所能够获得的分数 大家都看到了 一般不会超过30% 而剩下的那些个题目 都是依靠你先理解 然后才能够去作答的 特别是出主观题的章节 出案例分析题的 不仅要求你理解相关的知识点 记住相关的理论和制度 而且还要能够运用 这些个知识点的内容 来分析 案例材料当中的那些个问题 还要能够把它完整的表述出来 对不对 所以必须是在理解的基础上 你才能够去作答的 无论是向物权法律制度 合同法律制度 还是公司法 破产法 票据法 必须是先理解 所以呢 要求大家 我们在听任何阶段课程的时候 特别是基础版 听课的第一要务 两个字 听懂 我们看书的第一要务 两个字 看懂 在理解的基础上 再去进行必要的记忆 好 讲到这儿 可能我们有同学就会问 说老师 那我到底怎么判断 我懂还是没懂呢 到底懂没懂 很简单 试试看 针对这个知识点 能不能够自己举个例子 来说明一下 如果说你能够自己举个例子 说明一下 说明什么问题 你理解到位 如果说你举不出例子 或者说你无法把这个内容讲出来 说服自己 或者说服别人 那说明这个点 你就没有理解 所以我们在知识点学习的时候 记住 一定要求圣洁 而不能够不求圣洁 也就是 我们不要期待 在考试的时候 能够考神附体 这都是大家美好的愿望 所以先理解 一定要对知识点 理解透彻之后 同时注意 光理解 是不够的 还得有必要的记忆 所以我讲的是 理解基础上 必要的记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考试当中 光理解不行啊 比如说案例分析体是吧 你还得把相关的法条的内容表述出来啊 因此呢 我们记忆是必要的 同时记忆呢 也是有方法的 死记音背 那是不可取的 而这些个记忆的方法 后面在老师的课程当中 大家会一一的体会到 典型的方法就包括了 比如说 口诀法 对比法 联想法 关键词法 归纳法 等等等等 要选取适合自己 和适合这些个知识点的具体的方法 而且呢 记忆还要不断的反复 我下面就给大家解释一下 典型的比如说 大家看 口诀法 在王老师的课堂上 大家会看到很多的口诀 在基础班里面 大家就会有体会 典型的比如说 像证券法 老师容易吗 大家知道吧 不仅我们要把这个内容 给大家展示出来 要给大家讲透彻 而且呢 为了方便大家记忆 老师还要不断的编堂诗 要写诗啊 比如在证券法当中 有很多的堂诗 好 这些个堂诗 我举个例子 因为大家还没有开始 像 在主板 首发并上诗的条件 当我们学到一定的程度 可能你拿到这个点 马上就能够反映出来 王老师上课曾经讲过 自从成立满三年 股本总额三千万 好 于是在考试的时候 股本总额三千万 好 这个题马上就选出来了 直击考点 对吧 所以 这个口诀法 在筑块经济法 记忆的方法当中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截的一个图 大家看 这个人呢 他分享了 考试快的经历 一些经验 那其中 大家看啊 有一些章节 每年都出大题 而且每年都是那些考点 最恶心的 证券法部分 建议看看 王老师的讲义 当我看到这的时候 特别开心 有顺口溜 其实也就是我讲的 口诀法 有很多的口诀 唐诗 后面 大家自己看看就可以了 我不能飘得太厉害 是吧 在经济法的学习当中 记忆的方法 王老师用了挺多的 特别是这个口诀法 可能啊 很多人深有体会 好 这是一个 我们要去编口诀 记住 一大段 几页纸很难 但是呢 我们记住一首诗 相对还是比较容易的 记住 那么一句话 相对 还是比较容易的 好 除了这个口诀法之外 比如说 还有联想法 典型的联想法 像在 筑块经济法的学习当中 善意取得制度 当我们看到 善意取得 好 马上 就要开始联想 他不止在一章当中 出现过 他在 务权法律制度里面 我们想想 讲了 善意取得的 构成要件 几个方面 马上就要联想一下 在合同法律制度里面 涉及到 无权处分的问题 然后在公司 法律制度当中 又涉及到 股东 用无权处分的财产 出资 公司有可能会 善意取得 好 后面 在票据法当中 也有可能设计到 票据权力的 善意取得等等 所以我们要采用 联想法 他可能在很多个角落 出现过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 这些个章节当中 涉及到善意取得的内容 通通通 都把它复习了一遍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一种方法 好 再有呢 像 归纳法 因为在 住块经济法的内容当中 有很多 数字啊 比例啊 那像这种 我们怎么去记呢 把它们 归纳到一起 比如 像公司法里面 哪些是需要 三分之二以上 表决权的 是吧 好 12345 把它列出来 不断的去反复一下 再有呢 比如涉及到 比例的问题 哪些是需要 1%的 哪些是需要 3%的 哪些是要达到 5%的 包括 证券法里面 还有哪些 是需要达到 10%的 归纳之后 没事就拿出来看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记得比较牢 好 再有呢 点型的 比如说 对比法 在住块经济法 知识点的记忆当中 也是很重要的 比如我们在学习 公司法的时候 把有限这种公司 跟股份有限公司 做一个对比 这样的话 我们对相关的内容 记得更清楚 而且理解呢 也会更到位 再比如说 像第五章 合伙企业法里面 我们把这个普通合伙企业 跟有限合伙企业 做一个比较 这样的话呢 我们无论是理解 还是记忆 可能都更加的清晰 所以后面 大家会一一的体会到 要多运用这样的方法 记忆起来 更加容易 好 再比如说 这个关键词法 也是一种记忆的方法 也就是说 我们把 几段话里面 其中 每一段话的 一个关键词 提出来 把它放到一起 把这些个关键词 记住了 这几段话的 核心内容 我们可能也就记住了 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 涉及到公司法里面 像这个监视会的职权 老师就采用 关键词法 把每一句话的 关键词提出来 概括为 叫检查监督 提议提案诉讼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 整个监视会的 几项职责 全部都概括出来了 好 在做题的时候 一般来讲 选择题里面 让你选择 以下哪些 属于监视会的职权 你看 把几个关键词 拿进去对一下 没问题 就做出来了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记忆啊 是有方法的 而我们说 这个记忆 采取合理的方法 同时呢 还要不断的反复 因为 人的记忆 它总是会有遗忘的 是吧 你不要指望自己 真的像书上写的那样 过目不忘 如果是这样的话 相信大家今天 也不会在我这个课堂上了 是不是 所以 我们在理解的基础上 去记忆 这样的话呢 把支点的内容 已经吃透了 再采取合理 合适的方法 把这个内容记住 同时还要不断的反复 这就像我们认识一个人 是一样的 初次见面 长什么样 不记得 名字 忘了 第二次见面 哦 又看到你了 好 名字大概有个印象了 长什么样 大概有个印象了 再见到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哎呀 都是老朋友了 是不是 然后再在考场上 看到他 哦 不过如此 我们就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好 下边我们看 技巧的第四个方面 好 具体 希望大家 在平时做练习的时候 养成以下的好习惯 第一个 针对理解性的题目 也就是不是那种 记忆性的 不是你背一段话 就能够做对的那种题 理解性的题目 典型的 像综合考察类的 再有采用小案例的方式来考察的 看到这样的题目 先问自己 这个题目 他想考我什么 因为万变不离其宗了 最后考察的都是 某一个知识点 或者说 是某一些知识点的集合 问自己考我什么 然后呢 通过这个题目 来检验自己 对相关的知识点 理解和掌握 是否是到位的 理解是否是正确的 记忆是不是精准的 再有第二 针对错题 希望大家 在平时做题的时候 养成好的习惯是什么 比如说 做错的题目 你当然知道 这个题我做错了 我一定要看看 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对吧 关键是 在做题的过程当中 极有可能 有一些题目 你在做的时候 是拿不准的 你可能 以那种模糊的记忆 或者是运气性的判断 你选对了 而这样的题目呢 如果你没有做任何的标记的话 对完答案 多半你是不会再看它的 而这样的题目 如果下一次换一种形式出现 极有可能 你就不会了 因为你对它背后的知识点掌握 是没有到位的 所以 针对错题 不仅仅是 最后答案绝对做错的 还有那种 自己在做的过程当中 拿不准的 大家养成习惯 把拿不准的题目 都画个圈 做一个标记 对完答案以后 针对这样的题 和自己做错的题 及时的去纠正 最重要的是分析 自己为什么错了 好 一定要把这个错误的原因 搞得很透彻 然后呢 再建一个错题库 如果说 大家有时间 你把它打下来 我估计啊 这个可能性不太大 所以大家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把这个错题 直接截图 或者是拿手机 把它拍下来 有图片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文档 就你建一个 word文档 把这些个错题的图片 贴进去 到最后 我们把相关的这个错题 形成了一个错题本 一个错题库 在复习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题拿出来看一下 以防止我们后面 再犯同样的错误 对吧 所以这是 针对错题 一定要刨根问底 为什么错了 拿不准的题目 我为什么拿不准 搞清楚了之后 把它做成一个错题库 供后面 在复习的时候呢 再看一看 好 再有针对主观题 要特别强调一下 因为大家知道 主观题 案例分析题 占到了经济法考试的 半顶江山 所以 我们在平常做题的时候 就要养成 快速的 完整的表述答案的习惯 而不是说 看一眼这个题目 哦 这个我会 就行了 比如一个误权法律制度的题 问 一个共有当中 这个标利物 张三能不能获得 他的所有权 看一眼 哦 这个我会 张三可以获得所有权 关键问题是 理由是什么呢 你能够完整的表述出来吗 那就不一定 比如说极有可能就涉及到 共有 共有的处分 以及上一曲的制度 他可能没有达到法定的处分标准 但是对方构成了上一曲的 好 于是呢 你在答的时候 关于共有物 处分的 法定标准 以及上一曲的的构成要件 你都能够完整的表述出来吗 那就不一定了 所以 千万不要 大概的知道意思就行了 不要养成这样的习惯 你大概的知道意思 和能够在考试的时候 准确的表达出来 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 最起码 不说从北京到上海吧 从北京到济南 那是有可能的 而就是这段距离 恐怕就决定了 你能不能够考过 原因很简单 因为 你大概的知道意思 和你表述出来的内容 一定是有差距的 比如在座的各位 大家参加过演讲比赛吗 如果你参加过演讲比赛的话 你就会发现 没有人是当场记性发挥的 都是大家在背后写了稿子 然后呢 在装作自己记性发挥的样子 把它演讲出来的 是不是这样 而如果说 我们在经济法案例分析历的考试当中 你像演讲一样 记性发挥 最后的结果 就是现场立法 而现场立法 极有可能就不得分了 随越卷的时候 老师他只看 你知不知道 绝对不会打个电话 问你同学 这个题 你知道吗 我们要求大家 在案例分析题 平时做题的时候 有时间 我们就把它写下来 或者打字把它打出来 如果没有时间 没关系 我们把它说一遍 也是可以的吗 说一遍 比如说 像共有物 处分的法定标准 共有物的整体处分 如果是共同共有 需要全体共有人 一致同意 如果是岸分共有 需要三分之二以上 份额的共有人同意 我们把这句话 说一遍 这样的话呢 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把它流畅的打出来 最起码 我们能够做到 关键词很准确 意思很完整 对不对 而不是现场立法 好 下面我们看 技巧的第五个方面 是要合理的规划时间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 包括我们自己 在对待某一件事上 我们大家的时间 可能都差不多 但是呢 最后的结果 却截然不同 考试也一样 从现在到考试 大家的时间 可能都一样 报的科目 也都一样 但是最终的结果 有人考过了 有人没考过 为什么呢 这其中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你会不会 合理的规划时间 所以下面 对于规划时间 这个问题 给大家提三点 第一 根据基础不同 至少三轮复习 也就是说 我们自己 大概的估量一下 评估一下 自己在经济法方面 基础怎么样 如果说还不错 三轮复习 如果说基础不怎么好 那就是四轮复习 至于具体的时间排 在后面 给大家讲 好 第二点 要求大家 按部就班 一步一个台阶 也就是说 我们至少三轮 或者是四轮的复习 每一步都要到位 每一个阶段 都必须要稳扎稳打 而不是说 好 根据这个时间排 预计的阶段 一个月 时间到了 我就结束了 关键看你干了什么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阶段 都一定是 一步一个台阶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能够真正 爬到山地 好 再有非常重要的 第三 希望大家能够 见缝 插针 也就是 要求大家 分秒必争 时间是海绵里的水 听到这儿 很多同学心里 是有疑问的 这是什么意思 老师之所以 强调这一点 是想跟大家讲 不是说 大家必须 有一天 或者是 一个星期 或者是 一个月 完整的时间 你才能够 坐下来学习 如果是这样的话 在座的各位 特别是 上班的同学 特别是上班 还带着 两个娃的同学 你掐指一算 从现在到考前 你能有多少 完整的时间 一算 没有 或者我算一下 中间 春节放几天假 或者春节 已经过了 我看一下 后面 都放些什么假 那才能有 多少天呢 所以 如果大家 依赖于那种 有完整的 一整天 或者是 一周 或者是 一个月 你才能够 坐下来学习的 这是不可学的 我希望大家就是 见缝插针 几时间 分秒必真 也就是 哪怕我们 只有五分钟 其实也足够 大家学一个知识点 大家后面 在听课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有五分钟的时间 你就能够坐下来 完完整整的 听上那么一个知识点 而如果你一天 有六个五分钟的话 那就是半个小时 对吧 如果你有二百天 大家算算 一天半个小时 你有多长时间 六千分钟 大家的数学 一定比我好呀 六千分钟 什么概念呢 那就是 一百个小时 而一百个小时 足以让你 轻松的完成 老师所有的课程 更何况 在座的各位 你一天只有六个五分钟吗 我们很多同学 把手机拿出来 哎呦 谁给我发了个消息 然后再一看 哎呦 他朋友圈里面有什么 我只看一眼 好 于是看完 他的朋友圈之后 哎呦 下一个也挺好看的 好 不要说五分钟了 可能五十分钟 就这样过去了 是不是 所以同学们 放下手机 把你的刷朋友圈的 那个时间 是吧 拿出来听听课 也许就够了 所以希望大家 一定要分秒必争 任何时候 坐下来 就要静下来 认真的听老师的课 认真的看看知识点 认真的做两个题 我们的时间 其实就够了 好 下面就给大家讲讲 关于时间安排 我们说了 有好的方法 还要坚持不懈的努力 而这个时间的安排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我们说 根据大家基础的不同 如果说 评估一下 觉得自己基础还不错 我们可以跳过 这个预期的阶段 如果觉得自己 哎呀 基础一般 还是需要打一下基础的 于是呢 我们安排四个阶段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 第一阶段是预习的阶段 也就是在座的各位 我们现在听的这个课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 对大家的要求是 了解经济法考试的 基本情况 做好后面 基础班学习的准备 而我们相关的班次呢 就是现在 大家正在听的 零基础预习班 可用的资料 一个是老师的讲义 再有呢 大家手上 如果有前一年的教材 可以用一用 因为你在看 相关的概念 相关基础性理论 和规则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翻一翻的 但是呢 一定要注意 因为教材 每年都会有修订 对吧 涉及到有修订的地方 我们千万不要 先入为主 把那个旧的内容 都给掌握了 后面新的内容 填不进去了 那就不好了 这个阶段 特别 是针对基础 比较薄弱 或者是 有很多 旅考不过的同学 希望大家 在听课的基础上 按照前面 第二讲当中 对每一章的 预习要求 认真的 完成 预习阶段的任务 而 这个预习的阶段呢 建议大家 在新教材下来之前 就应该要完成 那根据21年的经验 我们预计啊 在3月之前吧 这个工作 大家应该要完成 好 这是预习的阶段 主要是针对基础 比较薄弱 或者是 屡考不过的同学 下面我们看 第二个阶段 是基础的阶段 这是非常重要 也可以说是 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 无论是基础如何 这个阶段 都是绝对 必不可少的 这个阶段 对大家的要求 就是理解考点 理清关系 什么意思 一会儿大家会看到 好 相关的班次呢 也就是我们的基础班 或者基础经讲班 大家可用的资料 一个是老师的讲义 前面讲了 讲义 辅导资料 特别是音试指南 一定要用好 同时呢 教材不可少 对吧 好 这个阶段 是在新教材 下来之后 开始 主要就是 结合基础经讲的课件 要求大家 理解考点 理清关系 要深入的理解 每一个具体的知识点 要理清 各章节的 法律关系 这就是 跟我前面所讲到的 在理解的基础上 再去必要的记忆 所以这个环节 重点 两个字 理解 把每个章节 他们的法律关系 他们内在的逻辑结构 搞清楚 这个阶段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是一个打地基的过程 这个地基打得好不好 决定了你将来 这个楼能不能够建成 能不能考过 所以要求大家 在基础的阶段 学习的过程当中 但凡是老师 要求大家理解 而你 没有理解的知识点 一定要通过什么方式 反复的听课 因为我们这个课 是可以反复听的 好 听一遍 觉得 不理解 两遍 两遍不理解 三遍 反复的听 也许 你就听明白了 或者是 通过什么方式 因为 我们往下给大家 配了很多的 答疑的老师 对吧 提问呢 一直到自己 搞懂为止 所以理解是特别重要的 当然 老师在讲课的时候 也会跟大家讲 有些内容 不需要理解 背下来就可以了 那像这样的 理不理解 也就无所谓了 但是要求大家理解的内容 一定是要理解到位的 记住 千万不要急于求成 一定要稳扎稳大 你的基础打得牢不牢 直接决定了 最后能不能考过 而每学一章 都一定要完成相应的习题 然后呢 同时 对于那些拿不准的题 做错的题 要做好错题集 以功后面 我们在复习的阶段 再回头看看 防止 在同一个地方 跌倒两次 对吧 而这个阶段呢 我们是希望大家 在七月份之前 就要完成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 二一年考试的 这个经验 正常情况下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安排在八月末考试 我们一定要给后面 留一段时间啊 基础的阶段 在七月份之前完成了 后面我们还有 习题强化 还有冲刺 好 下面我们看 第三个阶段 就是强化阶段 这个阶段 对大家学习的要求 就是强化记忆 规范表述 而像配套的班次 就是我们的习题 强化班 大家口用的资料 一个呢 是习题强化班的 相关讲义 再有 就是辅导资料 老师的这个 音试指南 在习题强化的阶段 希望大家要结合 我们的习题强化班 对大家听课 也是有要求的 不是说拿到课之后 从头听到尾结束了 不是这样的 要求是 首先在听课之前 大家要快速的过一遍 上一阶段的讲义 比如说 我们听第一章的习题强化 先把前面基础班 第一章的讲义过一遍 把相关的支持点回顾一下 然后呢 再听课 好 听课的时候 也不是打开课键 从头听到尾 而是当大家看到题目 无论大家用什么样的播放工具 来放这个课 都是可以暂停的 对吧 先点个暂停 自己先做题 好 做完之后有答案了 然后再听老师讲解 看看 你自己做的这个答案 跟老师讲解的内容 是不是对得上 重点听的是什么 是这个解题的思路 是这个题背后 所考察的知识点 而不是去背答案 因为 题目很多很多 它就像 乌龟穿的那个马甲 如果你掌握的只是一个马甲 好 它换一个马甲出来 你就不认识了 是吧 叫万变不理其宗 我们真正要掌握的 是背后的知识点 重点 在这个阶段要把握的 是解题的思路和内容 希望大家 能够在这个阶段 通过习题 检验自己 对知识点的 理解和掌握程度 而对于习题强化当中 所涉及到的 法律规定 一定要强化记忆 特别是针对 主观题的部分 要尽可能的 规范表述 所以我们要求 强化记忆 规范表述 前面基础班 你的理解已经到位了 而经济法考试 要求是理解的基础上 还有必要的记忆 对吧 通过各种方法 我们要把它记住 好 记住呢 针对主观题 还要能够规范的表述 所以我在前面 对大家做习题的要求 这个阶段 是必须要这样做的 一定要 如果有时间 我们把相关的答案 打出来 因为考试的时候 是机考嘛 可以列列字 是吧 如果说 没有时间 哪怕我们用嘴说 也要先说出来 然后呢 再去听 老师分析的 那个内容 再去看 自己哪个地方 没有作对 哪个地方需要强化 而这个强化阶段 是建议大家 在八月份之前 要完成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 因为正常情况下 安排不出意外的话 八月末的时候考试 那么八月份之前 你完成了前面两个阶段 后面我们还要留时间 冲刺呢 所以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冲刺的阶段 冲刺阶段 对大家的要求就是 要查漏补缺 然后要模拟考试 而相关的班次 就是冲刺串缴班 大家可用的资料 就是老师上课用的这个讲义 好 对于我们在冲刺的阶段 大家注意 经济法这个科目 比较特殊 相对于其他科目而言 经济法 在考前突击的作用 还是比较明显的 可能有一些科目 临时报佛脚 是不行的 但是经济法 大家报报佛脚 比不报 一定是要好得多的 而在这个阶段呢 大家主要就是 通过冲刺 查漏补缺 巩固记忆 也就是说 我们结合 老师在冲刺串缺阶段的课件 加强背诵 当我们拿到这个讲义的时候 看到这个知识点 先不要急于看后面的内容 先自己回顾一下 看看相关的内容 通过前面两个阶段 或者是三个阶段的学习 有没有掌握到位 能不能够回顾出来 如果能够回顾出来 其实这个点的内容就已经过了 对吧 好 如果回顾不出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 加强记忆 强化一下 看我们到底哪个地方有遗漏 于是呢 通过这种方式 当下一次 我再看到这个知识点 好 没问题 我就能够回顾出来了 一定要加强记忆 加强背诵 并且呢 在考试之前 按照正式考试的要求 大家完成 两到三套模拟题 为什么要按照考试的要求 其实重点 就是掐好时间 一方面 找找考试的感觉 因为在考试的时候 大家相对 还是会比较紧张的 是吧 我们通过模拟的方式 掐一下时间 找找考试的感觉 这样到了考场上 也不过就是跟做练习是一样的吗 再有最为重要的 掐一掐时间 看看自己 能不能够 在两个小时之内 完成这么多的内容 以防止自己到了考场上 这些题目我都会 但是时间没了 这种特别悲催的状况 是吧 所以通过 做两到三套模拟题 我们找找考试的感觉 做好考试的准备 好 这个阶段呢 建议大家 在考前一个月左右开始 就可以了 好 大家看 经过这四个阶段 从预系的阶段 到基础的阶段 到强化 最后冲刺阶段完成 我们一步一个台阶 就像爬山一样 稳扎稳大 最后爬上山顶的人 一定就是你 看到那个最美风景的人 一定就是你 所以 世界上绝对没有 轻而易举的成功 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 希望大家 用好的方法 再加上坚持不懈的努力 最后 我们2022年经济法考试 那是必过无疑